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穷鬼捡到机器人,挖洞挖到黄金的故事 男主名为拳腾右锦,是一个穷困潦倒 没有什么头脑,也没有什么技能的底层小人物 多年穷困的生活,让他心中充满了不平衡 看到电视上大学生开心的过圣诞节 他都忍不住隔着屏幕骂他们垃圾 在酒馆喝酒,遇到了唱歌聚会的年轻人 都要上前教训人家安静一点 换而言之,右锦是一个愤世者 因为他脾气暴躁的问题 酒馆老板不得不请过来他的弟弟拳腾左锦 让他转高,以后不能再带酒馆喝酒 左锦身为右锦的弟弟,和哥哥有着很大的差距 左锦长相帅气,气宇不凡,年纪轻轻,挤身到商务精英阶层 很多时候,右锦的麻烦事都要弟弟来处理解决 好在的是,左锦对待暴躁大哥还算关心 有时间的话,会到哥哥的猪窝闲坐一下 右锦由于没有学历,也不够圆滑 所以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 他被一位武士道老头忽悠 说是在山洞藏着一大批黄金 大洋只要挖到,会给右锦一大部分 就这样,右锦挖洞挖了整整八个月 挖洞小队算上老头,一共只有五个人 老头每天负责坐着监工 公投则教训他们三个苦力 期间,右锦结识到一位低智商的老实人,牛山 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 另一位苦力,因为嘲笑牛山是个傻瓜 被右锦听到后,替牛山揍了他一顿 可以看得出来,右锦是十分袒护自己的好哥们的 他们的这个挖洞计划,进行了长达八个月 一点有用的线索都没有找到 只是一位的努力不停地挖 而右锦并不理会黄金是否真的存在 他只需要知道,每次工作完成 老头能够发钱买酒喝就行 典型的没有目标,没有计划的底层小人物 如果对比起来,牛山可能要比右锦还要悲惨 长了这么大,他连女孩子都没有碰过 成天拿着一张照片安慰自己 眼看如此,右锦建议他打电话找女郎 激动之下,牛山拿出了积攒多年的钢盆 方便面带里,零零碎碎装满了各个面纸的硬币 总共加起来才不到两万日元 换算人民币也才一千两百块 就是这么点钱,右锦硬是打电话给女郎点 我也不清楚这些钱到底够不够 毕竟对这方面没有研究 至少电影让我感觉是不太可能的 钱只够一个人 而且,牛山住的地方是一个废弃工厂 里面过于脏乱 所以,女郎是不会去这种地方的 只能带到右锦的住所 准备好纸巾和两罐可乐之后 右锦躲在了衣柜里面 当满怀气带的牛山打开门 见到的却是一位爆牙欧巴桑 欧巴桑不仅叼着烟 还抱怨从来不会接这种活 看到牛山智商有问题 他借机打电话偷跑了出去 好在,被右锦及时出现 抢回了零钱 他们的挖洞团队现在指向了四个人 就算是这样 公投还是要出击挑拨两人的关系 他告知右锦 牛山可能是警方的卧底 经常看一些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天赎 特意命令右锦晚上前去调查 结果却出乎意料 天书竟然是一本物理课本 更为搞笑的是 牛山也接受到右锦是卧底的任务 当右锦打开自己的房门 发现牛山竟然穿着自己收藏的女性内衣 花了三万七买的 自己一次都不舍得穿 牛山却穿了 心疼 最为重要的是 私藏女士内衣的秘密被曝光了 表面看起来那么正经 私底下却是一个变态 紧接着 公投给他交代了另外一个证 他自己花钱养了一个夜店女郎 承诺让他不能和别的客人油染 为了证明女郎是否守信用 给幼金钱让他前去试探 晚上的试探很成功 女郎没有丝毫犹豫答应了外出 只要收到钱 可以和不是本人也可以 幼金带着他来到牛山的破工厂 女孩看到眼前的状况 立马掉头就跑 钱不钱的已经无所谓 心里都已经接受不了 第二天 幼金告诉公投甲的情报 说女孩很守信用 晚上 牛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机器人 身材魁梧 满身都是钢铁构造 能够正常行走 但是不会说话 同时 幼金发现在工厂的地下室 有很多机器人零件 虽然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两个人决定把他当做好朋友 并给他起了一个萝卜的名字 拉赏他 一起加入到挖洞的队伍当中 有了机器人 挖洞的速度快了很多 他不需要吃饭 不需要喝水 也不需要休息 朝着指派的方向 挖个不停 在他的帮助之下 牛山和幼金轻松了不少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萝卜过一段时间 就需要重新设置下 才能启动 这件事困扰了他们两个很久 直到他的弟弟左近出现 萝卜的秘密才一点一点被揭开 凭借自己的计算机处理能力 左近将电脑连接到萝卜的身上 打算用数据让萝卜自我介绍 幼金则一脸惊讶 啥 还有这种操作 我怎么不知道 经过左近的解析 萝卜是被一家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出来的 动力是由量子处理器提供 这项技术 基本上超越了当下所有科技存在 算得上是人类最高科技的成果 如果能够将萝卜的技术破解 左近就可以告别苦逼的上班族 自己开创公司当老板 走上人生巅峰 但是他的哥哥 右近并不想赚钱 他只把萝卜当做好朋友 因此还揍了左近一拳 这天 挖动销队迎来了发工资 不对比不知道 一对比吓一跳 右近和牛山跟随的时间最久 也才七万日元 而罗伯第一次工资就给了十万日元 两个活生涉的人 还没有一个机器人受重视 他们拿着还没暖热的钞票 一起来到夜店嗨皮 在罗伯的大动下 他们高歌热舞 一旁的混混看着不顺眼 骂了他们几句 在电影的一开始时 相同的场景 只不过跳舞的是年轻人 发脾气的是右近 今天混混骂他 他也不敢反抗 典型的气软怕硬 只会欺负弱小的渣渣 面对混混的一再挑衅 还是罗伯帮他们解围 这一天 一位私家侦探找到了右近 牛山的家人 拖他找到失踪多年牛山 当年 牛山的家族已是名门之后 家里的兄弟 都在非常出名的学校学习 成绩也是学校的拔尖省 唯独牛山不一样 为了能够追上兄弟 他发愤苦毒 突然的一天 他消失不见 家人找了他很多年 直到现在才发现 牛山因为学习走火入魔 家人并不打算带他回家 只是确认牛山是否活着 得到这个消息就已经足矣 左近通过查阅得到关于萝卜的消息 作为机器人 他是不会伤害人类的 而且他做的任何事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的系统里面只有定制的目标 拥有如此强大的动力 勘探黄金 简直是轻而易举 只需要给他一个目标 黄金自然会找到 果然 有头脑的人做事 首先会想到制定计划 而右近这种懒人 只知道盲目的付出努力 方向不对 你出再大的力气 也是白打 黄金 就藏在他们已经挖过洞的旁边 努力了几个月 还是错过了成果 不如萝卜的几下锄头管用 找到黄金 让右近十分开心 但是又有些忧虑 左近一眼便看穿哥哥的想法 明明是自己找到的黄金 但良心上不得不告诉老头他们 心理上很不甘心做小人物 却备受良心的谴责 左近劝他 老头现在给你的是你未曾拥有的 他是真心对待你的吗 其实就是利用你这种笨蛋 为什么像我这种白领不会被他忽悠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老头的善良是假的 你如果不把握这次机会 你永远都是别人的妻子 只能任凭别人的随意使唤 哪天人家一不高兴 可能找别人替代了你 话就说到这里 至于怎么做 你自己考虑 第二天的工作 左近并没有告诉老头黄金的事情 即使在和公头吃饭闲聊时 都没有提及黄金的事情 碰巧 他见到令他先动的女孩多惠子 虽然是公头的女儿 从小就非常的叛逆 十几岁 为了追星看养残会 做见不得人的事情赚钱 后来更是变本家里 同时和三个人一起玩 是一位非常放荡不计爱自由的女人 当晚趁着公头睡着 又进差点失了身 第一次见面就这样 可想多惠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即使这样 又进还是迷上了多惠子 由于没有经验 他找到自己的弟弟出谋划策 左近第一眼就知道 这个女孩 又进是驾驭不了的 建议他还是找到一个正常的女孩交往 没想到 这番话却惹怒了又进 一拳将他打倒 左近这次没有惯着他 一拳还了回去 还说 自己不受欢迎 别怪这世道 别总是成天装硬汉 掩饰自己的没有信心 什么改造社会 没有问题的社会 还叫社会吗 两兄弟的争吵 并没有让又进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 他跟随着身体 在多惠子的邀请下 缠绵了一晚 果然是一个只会用下半身考虑问题的人 左近一番调查和计划之后 他决定远渡重洋 带着金子出国贩卖 到时候拿着钱回来找他们 离别时 送给了又进一部卫星电话 时刻保持联系 这天晚上 工头一副慌张找到了又进 并不是因为知道多惠子的事情 而是老头因为过失杀了一个人 需要把尸体暂时让又进保管起来 他丝毫没有考虑便将事情承担了下来 新闻报道得知 一艘渔船出现在其他海域 两名船员都被杀害 凶手不得而知 又进第一时间给左近打电话 对方却提示无法接通 晚上 他再次和多惠子缠绵在一起 面对弟弟的突然死亡 他请求多惠子抱他一下 然而 多惠子却提出下次三个人玩 身为机器人的萝博扫描知道 被藏的尸体其实是老头会长 公投想让会长给他钱投资 不料起了冲突 在打斗中不小心杀死了会长 这件事情 他嫁祸给了笨蛋又进 警察得知这件事后 立马派人包围了工厂 就算他们解释 警方很难相信他们的证词 情急之下 罗伯抱着两个人飞上了天 说 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再次保护牛山和又进了 所以 他做出了最佳的选择方案 让他们永远的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随着一声爆炸 夜空中出现了一朵绚丽的烟花 几天后 左近印领着两项钱回到了工厂 此时 工厂已经没有一个人 跟随着黑幕丸 牛山和又进出现在另外一个孤岛之上 一位妹子生下了一个小孩 一座孤岛 两男一女 过着与世无争的小生活 晚上 坐在海边 看着行空 旁边躺着萝卜的残破身体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一部漫改电影 电影名为硬核 脑洞并不新奇 有着山田孝枝的加入 喜剧色彩比较浓重 看到最后 左近在片尾出现 就表示已经结束 后面的孤岛生活 其实只是幻想 岛上的女人 是公头让监视的那个女孩 萝卜只能带走两个人 不可能会专门 为她们带过去一个女人吧 所以 一座孤岛 一个女人 与世无争 不再受到别人的欺负 这就是她们幻想的 最佳生活状态 事实却是 萝卜为了让她们不受伤害 选择让她们脱离这个世界 因为 孤岛的生活 只是幻想 并不会实现 看似是一个喜剧科幻 实则是一部小人物的无奈悲剧 本片 我还是相当推荐的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